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也都已经发现了 目前的情况是 开播的电视剧作品不少 一部接着一部 但却没有出现一部爆款作品 就连影后张子怡主演的作品《上阳赋》 开播至今也没有很高的热度 而要说铺的最惨的 莫过于被很多人忽略的玲珑了 玲珑这部剧 按理来说应该不会这么惨 但现在的情况真的就是这样 很多观众不知道这部剧开播 还有人知道了 也没有兴趣去看 玲珑这部剧 妥妥的大女主 而且演员阵容也不错 从预告片来看 特效场景还是值得一看的 领衔主演赵金脉 这也是最近这几年 被力捧的小花 和赵金脉搭档出演妇女的 是男演员袁洪 她虽然不是流量 但实力无庸置疑 除此之外 还有刚刚出了爆款作品的蔡文静 一直以来的 大美女曾里 男主角也是凭借 严宠剧走红的灵衣 所以说 这样的阵容 怎么就铺成了这样 未免让人觉得 有些不可思议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有人说 一部剧铺不铺 不是看配角如何 而是要看主角如何 范围越高 责任越大 作为这部剧的女主角 赵金脉是不抗拒的 她虽然也有实力 甚至还被说是新一任国民闺女 因为她之前出演了《我的体育老师》 在其中出演《张嘉义》剧中的女儿 后来又和《张嘉义》演一等人搭档了《少年派》这部爆款作品 包括她和赖冠林一起合作的《初恋那件小事》 这三部作品的成绩都不错 赵金脉的知名度也慢慢打开 还有电影《流浪地球》的加持 赵金脉成为了大家心目中 有颜值有实力 有作品的小花 来越可欺 所以 大家对她寄托了很多希望 认为她和张子峰一样 都是一定会大火的小花 赵金脉不缺资源 她的老板是董子介 背靠王金花 一靠成绩那么优越 直接贡献了《热搜第一》 演技令人幸福 口碑也不错 按理说 她应该会拥有很好的发展才对 但目前来看 她的年龄和形象 还是会让她在作品方面有些局限 她好像只能够是谁 谁谁在剧中的闺女 是校园剧的女主角 甚至可以是高中生 可一旦出演其他题材的作品 就容易暴露短板 玲珑 这部剧中 她和男主角01的CP感并不是很好 在现代剧中 也许不差 但是在古装剧中 就没有清新和青春的感觉了 两个外形稚嫩的演员 在一起要撑起一部古装剧 实在是太困难了 之前的欧阳娜娜和王源 王俊凯和文奇 都是如此 其次 这部剧中 男女主角的古装颜值 都只能够说是一般 并不是特别好看 甚至远不如他们 在现代剧中的颜值高 颜值平平 CP感不高 还没有流量担当 这部剧 铺成现在这样 好像也是情有可原的 而赵经脉 大家都知道 她有实力和颜值 可她现在出演 玲珑这种题材的作品 还是有些难以驾驭 或者就是 不太合适吧 与其这样 不如趁着年轻 再多出演一些校园剧 发挥自己的优势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